7.5月天 天氣天好5月天日前出席手機代言活動的時候 也被問到最近最熱門的話題 SHE解散危機 很多人就很擔心5月天會不會解散呢 結果主唱阿信就很幽默地回覆大家 其實我們每天都在解散 只是因為工作又重新結合在一起 那其實5月天已經成軍了21年 即將邁入第100場演唱會 5月天也承諾粉絲會給他們 意想不到的驚喜 那我們來看一下現場的狀況 搖滾天團5月天近期和HTC合作 推出限定版智慧型手機 以黑色的造型基底搭上金色LOGO 與創團20週年的紀念版標誌 這也是品牌首次推出代言人專屬限定版 讓5迷狂漢超想要 5月天是不是跟平凡人一樣啊 在吃飯前都會拍一些東西啊 對啊 因為其實我們吃東西 也是稍微要紀錄一下 讓自己知道說吃了什麼這樣子 對啊 因為今天的下午茶很值得炫耀 喔 你是要炫耀的嗎 對啊 那我們來看看阿信拍什麼好不好 真的要看嗎 來來來 繼續來 繼續來 做到攝影喔 這個光線 角度 還有構圖 取景 在我們一般人的這個手中呢 都不是那麼重要 重要的是 手上有隻HTC 手機要好對不對 對啊 因為這個HTC這個 前後總共四個鏡頭 然後拍出來是單眼級的 那當然台下很多真正啊 單眼大哥會想說 欸 那我拿這個要幹嘛 他們今天記者會之後 下一場都改拿HTC 唉唷 真的會嗎 對啊 不過一般啦 因為我們攜帶嘛 就是攜帶方便 然後如果要拍照啊 上傳臉書啊 IG啊 然後其實HTC的這個U12 真的是非常好的選擇啊 那你平常最喜歡拍什麼 我平常啊 平常還滿喜歡拍植物的 拍植物 對 奇怪了吧 植物 因為你在拍植物 尤其是花啊 或綠色的東西的時候 那個色彩的對比啊 還有焦距啊 你就可以讓你的手機拍的東西 看起來很像用單眼拍的 拍植物喔 對 我們團體的植物會打鼓喔 成軍21年的五月天 去年回到大安森林公園 免費開場 吸引超過3.5萬歌迷朝聖 美麗依舊不減 對 而聊到SHE成團17年 最近恐怕要面臨解散危機 五月天是否也遭遇同樣問題 主唱阿信竟然自爆 五月天一直都在解散邊緣 五月天就隨時都是處在那個 解散邊緣 對啊 絕緣的狀態 分工一系的邊緣 對啊 公司簡直是用工作把我們結合在一起 哈哈哈哈 我們只要一下通告我們就會解散 每天都解散一次 五月天21年來 一直用音樂陪著歌迷一起成長 團員們也從當年青色的少年 身格成了奶爸 剛生下一對龍風胎的瑪莎 被問起替綱滿月的女兒包尿布 會不會手忙腳亂 眾人的回答卻全部歪樓 瑪莎沒事 你知道她是拿U12嗎 她可以單手 我可以單手包尿布 另外一隻手還在看即時性 你可以示範嗎 你可以示範嗎 試範看看 包自己就好 沒有baby才行啊 那拿包石頭好的 對啊 我只有一個baby是不是 舌頭躺下來 上來我包一下 不要啦 太大了不好看 不會啦 你其實不會手忙腳亂 可是我年紀太大了 年紀太大了 另外五月天的熱門歌曲 倔強擊敗眾多對手 贏得在氏族冠軍賽的播放權 但因為是在暖場的時候播出 讓手在電視前觀看直播的歌名 五元聽到 瑪莎則跳出來表示 能夠在世界級的舞台播放 對他們來說已經很開心了 很多人可能都在問說 好像轉播過程中沒有聽到這個音樂 那我覺得可以在那樣的場地 然後五月天的歌曲 可以在那樣的狀況被聽見 我覺得已經很開心了 相信有了氏族賽的加持 能帶給即將邁向 第一百場演唱會的五月天 更大的力量 讓全世界聽見五月天的聲音 好